什么是君子兰加件 大家看一下 像我这颗君子兰呢 是属于中度的加件 也就是这个花芽长不起来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当然了 像这颗中度加件的话问题还是不大 因为很多花有的君子兰 这个花芽呢 根本就长不起来 直接加到下面这个位置就打开了 这种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导致你的君子兰出现烂性的情况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该怎么处理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方法 因为君子兰出现加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肥跟不上 第二个呢 就是温差不够 所以我们的君子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它放到阴壁一点的地方 来给它遮光 因为花都是趋光性的 光线缺少了 它这个花芽就会往上窜 第二个呢 及时给它补充摧花肥 所以说平时我们养护君子兰肥一定要跟得上 像我们基地用的君子兰吹花肥 就是用这个快速快要粉 这种快速快要粉的话呢 它是通用的 家里里面的所有花卉粒子都可以用 而且呢 它不伤根 不伤芽 我们用一勺对上两斤的清水 一个星期给我们的花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它既可以满足植物开花所需要的营养 又可以墙根撞苗 这就是养护君子兰的一个小方法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 就给主播点个赞 同款基地专用的快速快要粉 点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买到 家里的所有花卉粒子都可以用 谢谢大家